你看啊 这上课 班主你不给招正子 民众拍摄的手机画面可以看到 一色上衣的小朋友对着桌子在写功课 但两个膝盖却是跪在地上 校方的解释好复杂 但总而言之就是想说 没有体罚 只是孩子找不到椅子坐 不过根据小朋友描述 他却是跪地上课了整整四天 这样家长实在难以接受 还有个夸张画面发生在山东的一所中学 同样被民众捕捉到 下着大雨 一群学生却在操场上淋雨罚站 画面曝光引发网友痛批不人道 但校方也说这不是体罚 无朽时候别从这里耍卦是怎么着 不然为定无朽 可能是老师 可能说两句他自己就给淘汰自己的 所以说这几个学生是自己罚自己 这些老师让他们罚站的 对 校方说这几个学生当中有一人是班长 特别有责任感 觉得违规不对 就自动叫大家一起去罚站 不过学校还是对相关老师给予了警告 这说法真的好矛盾 只能说信不信由你 记者综合报道